2万多的预算 真男人的万表 万国的葡萄牙技时和烂琴的八正月相应该怎么选呢 大家好 我是钟表叫飞表 2万多的预算想入手一块高端万表 又要正装修前两相仪 那么我觉得万国的这款葡萄牙和烂琴的八正月相都是不错的选择 这两只手表的品牌款式略微有些不同 也都是我心境回收的 万国的葡萄牙技时 外观设计极具辨识度 经典的上下技时小针 这种盘面布局堪称一绝 这可是几十年前设计的 换到现在依然审美在线 纤细的柳叶指针搭配立体的阿拉伯刻度 以及轨道式的分钟圈 这种搭配堪称完美 我们再看看烂琴的八正月相堪称经典中的经典 表盘设计延续了十几年 没有丝毫的改变 左边为星期 右边为月份 六点位置还有月相显示功能 24小时指示 日益功能 即时功能通通安排上了 万国和烂琴相比较之下 烂琴的功能是非常多的 万国的话就显得比较简陋了 论胆次的话 烂琴绿逊一筹 喜欢实用性多一点的可以选择烂琴 要胆次的话还是推荐万国 两万多还有什么表款值得推荐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感谢各位表友 我是钟表家飞表 感谢您的观看 记得关注再走哦 感谢您的观看